三藩市列治民區市參市候選人陳詩敏 展發支持小商業 這間位於白寶華街的H&Q發營屋 已經開門恢復室內展發 今天三藩市列治民區市參市候選人陳詩敏就來光顧 她說等了大半年 這些商業終於開門 收鴿 我們現在兩個人很怕差不多收鴿 葉女士和她的拍檔兩名女性一起經營 一間展發收鴿的美容院 但已經半年沒有開張 一直都很心急在等 6月29日說可以重開的時候 我們已經將所有的設施已經整好 突然間又說不行 有點失望 現在重開當然開心很多 葉女士說她申請了半年失業保險 這一個月才批下來 另一名東主還未申請到 他們也申請不到PPP聯邦紓困金 現在已經半年未交租 陳詩敏就說華人小商業需要中文的重開指引和書困的資訊 如果他們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市政府是應該提供一個以中文的熱線可以回答這些問題 因為我們也發覺有很多小商業當他們想要重開的時候 其實他們有很多問題都沒有人回答到他們 現在很多的客人他們都比較擔心 都是有些不敢回來剪頭髮的 是的 但是我們的消毒工作全部都做得很好 陳詩敏就說 這些本地的小商業最需要支持 比如說是小商業 但是比如說是賣書、賣鞋 或者是這一類的髮廊 都是需要我們繼續幫助 當然其實還有就是我們的餐館 今年11月列治民區居民會選出新一任的市參選 這個也是最激烈的選區之一 陳詩敏是其中一名候選人 另一名亞裔女性候選人是麥珍 還有一名華裔候選人李志威 一共有7名候選人參選 《天后衛視》記者蘭麗娜報導